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欢迎来到全球海上力量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经济术语指南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加速发展 西方企业感到不安 5月天 一场关于海洋掌控权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中国汽车的涌入令西方感到恐慌 请大家收看 欢迎来到全球海上力量的新时代 经济学人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海上力量的新时代 海上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海军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而美国造船厂已经衰落 欧洲海军的规模也在缩小 鉴于海洋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渠道 全球贸易量的约80%和价值的50%通过海上运输 这种对海军优势的侵蚀令人担忧 海上贸易中断 例如COVID-19大流行 苏伊试运河堵塞 以及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 凸显了世界航线的脆弱性 此外 全球互联网流量对海底电信电缆的依赖日益增加 凸显了海上基础设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中美竞争的争结在于对亚洲海上 特别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地位 美国与其盟国之间 已经建立了海军联盟和伙伴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主张 并监视其不断增长的潜艇和舰艇舰队 在海上的重大冲突中 利用海上力量的能力至关重要 因为船只越来越大 装备越来越好 潜艇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们能够在敌方水域行动而不被发现 西方目前在海底战争中 比俄罗斯和中国具有技术优势 但鉴于技术进步的快速步伐 这种优势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在潜在的冲突中 海上封锁是一个重大问题 台湾由于依赖海运进口而特别脆弱 然而 中国的石油和原材料也严重依赖航运 因此也容易受到封锁 封锁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全球联盟和现代航运的多国性质 这给封锁者决定阻止什么和让什么通过带来了挑战 无人水面舰艇和网络作战的使用也正在改变海战 总体而言 在海上力量时代竞争将需要更大的海军 改变思维方式 并专注于港口 海上联盟和贸易路线 5月天 一场关于海洋掌控权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经济学人 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 世界海洋上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使其成为自冷战以来首次争夺的区域 超级大国的竞争 全球规则和准则的衰败 技术和气候变化都导致海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国的海军建设正在挑战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而伊朗支持的湖塞武装也在红海对船只发动袭击 海洋法也在衰退 中国无视仲裁裁决 西方国家使用制裁导致走私繁荣 技术进步意味着武装分子现在可以获得巡航导弹 而华尔街和硅谷的主导地位 依赖于容易受到破坏的海底数据电缆 气候变化也正在改变地理和贸易路线 海上的混乱将导致商业的暂时中断 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并使企业面临供应链缩减而产生更高的成本 海上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基础设施袭击和禁运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害 文章认为 西方国家必须保持技术优势 合作监控脆弱的基础设施 并扩大联盟以维护海上秩序 中国共产党经济术语指南 经济学人 中国共产党CCP喜欢使用含蓄且难以解密的语言 被称为党语来传达其信息 这些流行词汇定义了经济运动甚至整个增长时期 随着中国领导人试图振兴经济 他们变得越来越重要 投资者和分析师花费更多时间来解读这种语言 通常会做出自己的解释 然而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流行词汇的含义有最终决定权 这让很多人对其真正的定义和影响感到困惑 苹果供应商京东方签署了一项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 将在中国西南地区建设先进的显示屏工厂 南华早报 苹果供应商京东方科技集团已签署合同 在中国成都建设一个价值90亿美元的生产基地 该设施将生产高端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显示屏 预计将使成都成为显示行业先进柔性面板的最大制造基地 预计建设将持续34个月 量产计划于2026年第四季度开始 根据Display Supply Chain Consultants最近的一份报告 中国预计将在2026年至2027年 占据全球显示屏制造能力的72%的市场份额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加速发展 西方企业感到不安 经济学人 中国的电动汽车EV制造商正在迅速扩大 其在全球市场的存在 对西方老牌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 中国企业正在为速度设定新标准 并在全球最大的中国EV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补贴和在电池制造方面的主导地位 使中国公司具备了优势 虽然中国的EV初创公司尚未盈利 但他们正在扩大出口并进军新市场 中国公司以其卓越的技术和快速更新 和推出新车型的能力而闻名 与西方汽车制造商较慢的周期形成对比 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竞争 并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 他们试图通过与中国企业结盟 和开发新的EV平台来适应 然而 由于激烈的竞争 外国品牌最终可能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汽车制造商现在正寻求扩大到欧洲市场 该市场越来越多地采用EV 中国公司的车型 较低的价格和卓越的技术 对欧洲消费者具有吸引力 尽管存在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等潜在障碍 但预计中国汽车制造商将继续在欧洲市场上推进 中国汽车的涌入并西方感到恐慌 经济学人 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崛起 引发了对富裕世界再次发生去工业化浪潮的担忧 类似于1997年至2011年间 中国冲击造成的100万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 然而 经济学人认为 应该庆祝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成功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销量超过了特斯拉 随着世界向电动汽车EV过渡 中国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增强 文章认为 尽管中国汽车制造商获得了补贴 但廉价和环保汽车的供应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破坏和危险的成本 更便宜的汽车使消费者能够在其他方面花更多的钱 而中国汽车质量更好 具有互联网连接带来的智能功能 此外 接受价格更低的中国汽车可能有助于实现零排放的过渡 文章还提出 西方汽车制造商将通过将生产转移到消费者更近的地方 并改进自己的技术来应对竞争 王文涛与雷蒙多的通话中表达了对芯片限制的担忧 彭博社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已向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表达了对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的严重关切 这包括美国向ESML Holding NV施压 要求其停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王毅还提出了美国努力调查美国公司 以确定其对中国生产的芯片的依赖程度的问题 以及可能对来自中国的低价芯片征收关税的问题 美国辩称 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中国军队获得先进技术 但也使中国公司更难获得最新技术 这次交流是自雷蒙多8月访华以来 王毅和雷蒙多的通信第二次公开 北京就巴布亚新几内亚骚乱 对中国商店和公民造成的伤害提出抗议 南华早报 中国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严惩肇事者 因为在该国的当地骚乱中 中国所有的财产遭到抢劫 中国公民受伤 这场暴力事件是在公务员 包括警察 罢工抗议一项有争议的减薪政策后爆发的 据报道 至少有15人被杀 中国近年来在南太平洋地区加大了外交力度 引发了美国和邻国对地区稳定的担忧 中国试图干预台湾总统选举的四种方式 华盛顿邮报 中国被指控试图影响并于1月11日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 多年来 台湾一直面临中国的影响活动 旨在说服公民认为台湾应该受中国共产党统治 在今年的选举前 台湾当局正在调查102起外国干涉案件 这是自2019年台湾颁布反渗透法以来的最高数量 这样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重要 因为下一任台湾总统对北京的立场将影响中国是否在台湾海峡发动冲突 这可能会牵扯到美国和周边国家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警告称 中国的影响策略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 他指出 2024年全球有40个重要的民主选举 如果中国在台湾取得成功 将利用这一经验干涉其他国家的选举 特大城市如何应对空气污染 德国之声 根据德国之声的分析 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正在缓慢改善 在有数据的25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中 有21个城市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的空气污染水平有所改善 城市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抗污染 其中交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举措包括推广电动汽车优先考虑清洁车辆 扩大公共交通网络和创建低排放区 工业排放是另一个重点 德里的行动计划包括努力减少建筑工地的灰尘 以及过渡到更清洁的燃料和技术 改善废物管理也是关键 中国的向空气污染宣战也导致了污染水平的大幅下降 然而一些地区进展缓慢 一些地方的废物管理法实施情况仍未完成 C40的Zoey Chief表示 财政资源对于城市对空气质量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也至关重要 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感感到不满 经济学人 由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印度与马尔代夫的关系变得紧张 最近 两国之间的争执始于三名马尔代夫初级部长批评印度的海滩 此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赞扬了拉克沙群岛 印度旅游业已开始抵制马尔代夫 而马尔代夫严重依赖旅游业 马尔代夫政府已经暂停了这些部长的职务 并敦促印度旅行社结束抵制行动 中国在马尔代夫的存在越来越多 2017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并于2014年加入了其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香港喜欢现金的出租车将接受中国电子支付应用 彭博社 2023年1月25日起 章鱼控股有限公司将使香港的出租车 能够接受中国的银联和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 截至2023年底 只有45%的香港出租车司机使用章鱼支付系统 许多司机虽然注册了机器 但由于更喜欢现金交易 所以并未使用 长期以来 缺乏现代化的出租车支付方式 一直是居民、游客和商务旅客的抱怨之一 此举是为了提振香港的游客人数 因为2019年的社会动荡和新冠疫情限制 导致游客人数增长缓慢 中国、债务和迪斯尼 将主导共和党初选的三个经济主题 CNN 在周三晚上的共和党总统辩论中 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Lon DeSantis和尼基 黑利、Niti Haley就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了辩论 在辩论中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参与和债务水平等问题都出现了 两位候选人都发誓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德桑蒂斯承诺将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 两人还同意一件事将创纪录的政府债务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 黑利表示 他将降低美国预算赤字并遏制支出 然而 德桑蒂斯和黑利不同意的一个领域是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参与 德桑蒂斯一直在与华特迪士尼公司 Walt Disney Company就一项限制性取向和性别公共教育的法律进行斗争 黑利说 他永远不会让他的政治妨碍商业 并补充说他总是会邀请企业来南卡罗来纳州 为什么印度欢迎孟加拉国的选举结果 德国之声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 哈希纳、谢克西纳和她的人民联盟党 在该国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由于主要反对党抵制选举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哈希纳已成为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女性政府首脑 她曾连续四次担任总理 总共担任五次总理 印度对这一结果表示欢迎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向哈希纳表示祝贺 并表示致力于加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 哈希纳的胜利对印度的安全利益很重要 特别是考虑到缅甸局势的恶化 巴布亚新吉内亚在骚乱中造成16人死亡后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日经亚洲 巴布亚新吉内亚总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暂停政府和警察官员的职务 此前在首都诺尔兹比港因减薪而引发的骚乱中有16人丧生 警察和公共部门员工对减薪进行抗议 结果演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总理詹姆斯、马拉佩在进行审查期间 暂停了该国的警察总长以及财政和财务部门的高级官员 暴力事件已经减少 但美国大使馆表示紧张局势仍然很高 并收到了该国其他地区发生暴力事件的报告 在CES上的人工智能和汽车 以及松下在美国的计划 日经亚洲 人工智能是今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ES科技展的重点关注领域 尽管中国的大型公司基本缺席 但亚洲仍然在这个展会上占据重要地位 许多韩国和日本公司参与其中 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初创企业 也展示了涵盖工作场所协作 医疗保健 物流和美容等各个领域的人工智能产品 CES也是一个重要的汽车博览会 参展的由企亚 现代 本田 和奔驰等品牌 自动驾驶和飞行汽车是其中展示的创新之一 人工智能也被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 LG展示了一款机器人伴侣 如果有人在家里摔倒 它可以拨打救护车 台湾反对派候选人排除与中国进行统一谈判 金融时报 台湾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不会与中国进行统一谈判 他强调了将台湾的防御能力 置于与北京对话之上的必要性 中国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警告选民 不要支持现任副总统兼执政党候选人赖清德 称他如果当选将引发冲突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威胁如果台北无限期抵抗统一 将通过武力吞并台湾 早间更新 自由党议员在沃泰华准备宣布官方立场时 对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存在分歧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将于今天宣布 是否支持南非就加沙境内种族灭绝指控 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的请求 自由党议员在这件事上存在分歧 马可 门迪奇诺 马可 曼迪奇诺 等人敦促政府拒绝这一说法 而包括萨尔玛 扎西德 桑马 在内的其他人则呼吁加拿大公开支持南非的竞标 世界各国要么支持 要么反对南非向法院提出申请 加拿大外交部长 梅拉尼 乔丽 玛丽 尚未宣布加拿大的立场 法庭文件显示 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调查威胁 警告自由党议员他会得到即将到来的东西 加拿大 CBC 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的国家安全执法小组正在调查针对自由党议员的在线威胁 据称 在Facebook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用步枪向李氏满中心议员威尔逊 妙 Wilson Mew的照片射击 并表示他将得到即将发声的事情 加拿大皇家骑警获得了对嫌疑人家的搜查令 并缴获了十几支枪支 调查仍在进行中 尚未对嫌疑人提出任何指控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油价坚挺 加拿大环球邮报 周四 一艘邮轮在阿曼被武装团体登上后 油价上涨 增加了中东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0916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03美元 至每桶77.83美元 涨幅1.3% 美国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期货上涨98美分 至72.35美元 涨幅1.4% 但涨幅受到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加的限制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谈最新的全球新闻 首先 我们来谈谈海上力量的新时代 世界正逐渐进入一个海上地缘政治的新时代 中国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而美国和欧洲的海军规模则在缩小 由于海洋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通道 海上贸易的中断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动荡 中美竞争的焦点在于亚洲海上 特别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地位 在这个竞争中 海军的作用至关重要 特别是潜艇的作用 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封锁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全球联盟和现代航运的多国性质 总体而言 竞争将需要更大的海军改变思维方式 并专注于港口 海上联盟和贸易路线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术语指南 中国共产党使用含蓄且难以解密的语言来传达其信息 这些流行词汇定义了经济运动甚至整个增长时期 虽然我们可能会对这些词汇的定义和影响感到困惑 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流行词汇的含义有最终决定权 然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崛起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迅速扩大其在全球市场的存在 对西方汽车制造商构成了威胁 中国公司以其卓越的技术和快速更新和推出新车型的能力而闻名 与西方汽车制造商较慢的周期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中国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尚未盈利 但他们正在扩大出口并进军新市场 中国公司正在寻求扩大到欧洲市场 但市场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动汽车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海洋掌控权的风暴正在酝酿中 海洋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世界正面临自冷战以来首次的海洋争夺 中国的海军建设正在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也在红海对船只发动袭击 海洋法也在衰退 中国无视仲裁裁决 西方国家使用制裁导致走私繁荣 技术进步意味着武装分子现在可以获得巡航导弹 而华尔街和硅谷的主导地位 依赖于容易受到破坏的海底数据电缆 海上的混乱将导致商业的暂时中断 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并使企业面临供应链缩减而产生更高的成本 海上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基础设施袭击和禁运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害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中国在全球汽车市场的崛起 引发了对富裕世界再次发生去工业化浪潮的担忧 然而 我们应该庆祝中国汽车制造商的成功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销量超过了特斯拉 随着世界向电动汽车过渡 中国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增强 尽管中国汽车制造商获得了补贴 但廉价和环保汽车的供应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破坏和危险的成本 外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竞争 并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 中国汽车制造商现在正寻求扩大到欧洲市场 该市场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动汽车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新闻 苹果供应商京东方将在中国建设先进的显示屏工厂 这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显示行业的地位 中国对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表示关切 中国呼吁巴布亚新吉内亚严惩肇事者 因为在该国的当地骚乱中 中国所有的财产遭到抢劫 中国公民受伤 中国正在试图干预台湾的总统选举 这引发了对地区稳定的担忧 香港的出租车将接受中国的电子支付应用 加拿大自由党议员在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上存在分歧 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调查针对自由党议员的威胁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 油价上涨 南非就加沙境内种族灭绝指控 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的请求引发了争议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随时留言和提问 我期待和大家的互动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